作词 李宗盛 穿梭的人群 时间重复 从落日到夜幕 全力已赴 我没有退路 在新年深处 有过人天赋 起跑性奔赴 阳光穿破云藏遥远夺 你是一遥光的晨隙 填满每一寸依然缝隙 学会能与你有默契 并肩而立 创造的奇迹 我无限独立 我无限独立 大约长大成熟 都需要一些代价 唐玥 有时候 我还是想谢谢你的 还有第五个方案 就是男女主不是在奇幻世界重逢的 是在现实世界中猛烈飞驰而过的列车上 男主因为失忆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女主进入他的梦境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如果我们把奇幻世界这个大的设定给改了 那整个片子的气质就变了 你觉得呢 读到 而且现在就算是改掉一些相似的设定 但这抄袭的帽子也是加不掉 不谈抄袭不抄袭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说唐欣这个设定成不成立 这样啊 咱们先休息十分钟 一会儿再聊 行 来 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对不起啊 路导 我状态不太好 没事 现在这种情况呢 也不是你能左右的 这样吧 你呢 给自己放个假 出去散散心 嗯 好 谢谢路导 没事 到了 到了 来了 来了 来 唐欣 妈 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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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不说忙得要死吗 你上次说的那个让你失恋的那个人 还有联系吗 行了行了 你就别问了 这是女儿家 想了什么说回来就什么不出来 爸说的对不对 走走走走 回家回家 妈给你做好多好吃的 妈妈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太久没在家吃了 我感觉我都胖了好几斤 妈做的菜好吃是吧 可好吃了 对不对 听说你回家休假了 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 都交给我来解决 杨总 我带你去看那儿东西 走 什么东西啊 唐大伟 你找什么呢 你该不会是藏私房钱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会受 你还是赶紧上交给组织 快 找到了 看看 这都什么呀 第一次翻开女儿写的书 三十五万字 丫头真厉害 她把这一辈子别说写 就是看都没看过这么多字啊 看到十二页 不是很能看得读 打电话问女儿 她跟我说啊 这是一个奇幻的故事 昨天 读到七十八夜了 太晚了 我先睡了 梦里 还真进到了 女儿写的那个世界里 去看了看 不过啊 我想象里不够丰富 去的地方啊 一定为她写得好 这是第二次读女儿的书吧 耽误了两天 第三次 打开这本书 我又看了一次 老婆说我这辈子啊 就这么一本床头读 看来看去啊 看不完了 爸 你说你这干什么呀 字还那么丑 难道一样吗 这可是我女儿写的书啊 像我唐大为没什么文化 可我生个女儿是个大作家 我要是不仔细地去铺铺课 我怎么去跟外面的人吹牛啊 什么大作家 别胡说八道 说什么呢 我女儿唐欣啊 比那个什么大文豪大作家 可强了去了 你说我 我就一个大老祖 你这小说我看了多少遍啊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一定比别人厉害啊 丫头啊 网上说那件事啊 我跟你妈都看了 你们 你们都看微博了 那当然了 我们天天到你那个 超话的一些打卡 你老爸我 三百多次第一名了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多大年纪的人了 还弄这些东西 别哭了啊 你看你都就是大姑姑娘了 还不害臊 我当然不害臊了 什么大姑娘 我永远都要做你的小丫头 对 小丫头啊 我跟你妈呀 都相信你 不会搞什么抄袭 而且啊 老爸还相信你 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就怀疑自己 对吧 爸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喂 喂 唐夕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你看微博了吗 我昨晚跟我爸妈聊天呢 怎么了 你快看微博呀 我哥在公司立了军令状 好 针对《做一个梦》给你原著抄袭事件 均为不时言论 我方将支持原著作者维权 保留进一步追究造谣者 法律责任的权利 看来我哥 这次真的要玩硬的了 唐欣 你快回来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丁丁 我下午就回来啊 来了 这么快回来了 想喝点什么 我不喝 我不是来串门的 唐月 你为什么要立军令状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担心我呀 我是为了你 但也不全是为了你 我相信你 所以想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我相信你 但决定投资 跟我是不是要追你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我作为一名投资人 和制品人的眼光 我相信这个项目 可以绷着时光转到钱 就这么简单 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你是因为 因为什么 我是想不去云桥 但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做一个梦给你 是你的心事 所以不会冲动而起 我相信 可我就是怕万一你亏钱了 不要怕 也没有什么万一 你要是真害怕的话 你就回去好好协取吧 你帮内容搞好 收钱的都结婚了 嗯 这么着急找我出来什么事 嗯 这些水军你哥早就调查清楚了 买水军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我就想 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去告他们 哦 懂了 懂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正面钢这些水军 是吧 是啊 凭什么让他们这么黑咱们呀 这 这欺负谁呢 他们什么东西啊 那这样 嗯 咱们先吃饭 好 待会儿再从长进一 你没办法就去办吧 嗯 好 唐总 这是我们准备发车的律师 还能请你过目 好 这样这个方法就做了 措辞不够精准 态度也不够强硬 重新修改一下 好 我马上让法务修改 好 冯总 程律师电话 喂 是我 怎么了 咱俩吃饭让你哥发现了 我哥他刚刚以时光与女业的名义 把所有的营销账号都搞了 我看了 你哥动作真快呀 这事值得庆祝啊 来 吃吃吃吃吃吃吃 尝个这个 书 书 卓军 这些 全部都要读啊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问题 这批高三不值作业还可怕 这些书堆起来 一半个门框都高了 谁在以后说登演员没有文卡 我第一个冒险 那个 导演 我不是说你啊 您别误会 我是说我会好好学习 认真对待 像对高考一样认真 不 比高考还认真 好 记得你说的话啊 书记得带走 好 导演 你要走啊 对啊 那 我这么多书 我给你拿两个袋子 来 站好 给我 谢谢 谢谢 陆导 一会儿你烧我一段呗 可以啊 我本来就打算送你 不然这么多书你自己一个人怎么拿呀 我可以直接把你送回公司 因为一会儿我要跟你哥开会 你要是去我个公司的话 还是算了吧 他最近忙得焦头烂额的 我就还是不去了 你确定不用我送你 好吧 那 我送你出去 这个可以 谢谢 走 走 现在网上营销号解决得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工作的重心 还是放在内容开发上 推进速度一定要快 我觉得我们现在创作的节奏还不错 唐总你突然说要提速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顾虑啊 我 内容创作上 我很相信你们 但是有一点啊 大江的一念三声推进的速度要比我不快 两个项目核心梗相似快的那个一定会占有势 创作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只是在想那个核心梗 这一点呀 你不要有压力 我们不需要换梗 照样可以在内容还有制作上和他们做出差异 想要赢他们不算的事 我不是担心这个 我就是觉得奇怪 其实当初我会想到这个梗是因为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穿进自己写的小说里头 和里头的配角成了朋友 并且我发现他们比我设定的更有人情味 所以醒来之后 我才会决定把它写成小说 那对方又是怎么想到这个梗的呢 那对方又是怎么想到这个梗的呢 其实这件事我也一直在怀疑 正常来说的话就算是撞梗 也不会直接陷害对方吵析 除非是他心血 其实上次我见了朱总 我扎了他几句之后发现 他确实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可是 一念三声的发表时间 确实比做一个梦给你更早 这点谁都没法否认啊 首先啊 首先啊 排除你有什么心灵相通的兄弟姐妹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 有一个人在更早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你对这个作品的构想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作者 一定是你身边的人 谢谢新人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喂 怎么了 开完会之后 我查了一下一念三声的作者 确实是你身边的人 你大学时期 同一级的选择 同一级的选择 叫孙洁平 孙洁平 还有 倒数第六排 穿粉红衣服的那个女孩 你和孙洁平怎么总是上我的课开小差啊 那是 塘鱼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有点冒险 冒险不怕 有我猜 你收拾看 抱歉 这段时间占用了公共资源 为了让这件事有个结果 我将在三天内 整理出多年前的手稿 只此一份 立正做一个梦给你 创作灵感的产生 要先与一念三生 另外附上调色盘 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总算有体证玩意 这调色盘已经很清楚了 这不一定了 唐先生加油 我就不信那个双骨飞铃 也能拿出来这种 真正抄袭的人应当 双骨飞铃的圆荒了 这件不想起 这种天盘侠打脸了吧 时光怎么会和抄袭的作者 也能拿出说法呢 不会是作者自己的丑作吧 这次算是板上定丁了吧 唐心大大 轻者自轻 看看 这两个一对比 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本小说嘛 我看那些我网上还说抄袭的人怎么说 对啊 你这办法好啊 你找干嘛去了 我这脑子不是成一团教乎了吗 不说了 不说了 说真的啊 我今天真的特别谢谢你们俩 要是没有你们的话 我这忙到明天都忙不完 你说这干嘛呀 大家都是姐妹 说这话见外了啊 唐心大大正面纲了 这下说抄袭都可以闭嘴了吧 三天老粉 我就知道唐心不可能抄袭 你们看 你们看 唐总起诉之后 那些银行号也都撤稿了 你现在在搜这件事的关键词 搜不到什么消息了 不过就是几条小鱼小虾 再能捂倒蹦的吧 不爱沈 不爱沈 蹦就蹦呗 反正现在暂时事情也被压制下来了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只要不影响我们项目的进度 就随他们去吧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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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唐心大的这格局 我哥真有眼光 你可真是二十四小好妹妹啊 到哪儿都不忘了你哥 当然啦 我又帮不上我哥什么忙 要是能帮她搞定嫂子的话 她得感谢我一辈子嘛 你是想多要点零花钱吧 如果服带送一个闺蜜也可以 就让我以后买新款衣服的时候 也不是不可以 谢谢 这都下班了 找我干吗 看到唐心发的微博了吗 她公开恋情了 开个玩笑 那么当真干吗呀 打开看看 原来她有手稿啊 她之前怎么不说 不管用什么渠道 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消息传到朱江的耳朵里 尽量做得自然一点 好事 那这个下班算是有救了啊 还是你考虑得周到啊 不能跟大江闹掰了 同时让朱总自己听到风声主动放弃 最好 渠道 有的是 我马上就安排人 让他们去吹耳边风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喂 宝贝 霍晨东 你有认真看微博吗 我 我看看呀 这件事情明天必须要办成 三天之内 我又看到对方的底牌 喂 你 你什么意思 对 难道说唐欣没有收考 你们演了一首戏炸朱总呢 你们真把自己当史密斯夫妇了啊 这件事情 确实有点冒险 你这是冒险吗 你都快玩火了你 那这样 那这样 你们跟我说清楚 后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怎么计划 这总行吧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毕竟你身边乱七八糟的人 太多了 行行行行 我还不想知道那么多 白为你们操心 事情我马上去办 保证让朱总对唐欣有手稿 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其他事我也管不了了 我可告诉你了 万一你要是玩脱了 到时候我可别买我的午饭 那我去办了 史密斯夫妇 这个抬头还不错 我再上路上路快点啊 你笨死了 你说这方法真有用吗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了吗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了 我说这个方法真有用吗 这都两天过去了 那个叫什么孙杰萍 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他做了亏心事 心里肯定有鬼 就赌一百八 那你心里是不是没底啊 我还好啊 这边还有一天吗 你们两个怎么聊着聊着 又聊回来了 等着 我有办法 来来来来 吃点甜的 吃甜的心情好 来来来 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 又是有的话 酒是一瓶 再不行就一箱 来来来来 来 给我们的好心情 烦心事都走开 走开 干杯 祝祝 朱总 来了 快 坐 来 喝茶 小孙啊 这都过去两天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我还是电话里那句话 他拿不出来的 朱总 你要相信我 唐信在微博里啊 说得那么理智气壮 想必是手里啊 掌握了一些证据 你坦白地告诉我 涉嫌抄袭的人该不是 不是 我 我没有 我保证他的手里没有手稿 他的手里没有手稿 那就说明真的有手稿 这个东西存在了 在你手里 是 对 就是你 你是哪个专业的 我 我不管你是学什么的 公共课 你就得认真听 那我们这节课 先上到这边 大家下课 去吧 那就在他 放出手稿之前 宪法之人 把我们的位置占了 朱总 这 这个手稿我不想发 我和唐信师同学 我不想这么赶紧查却 现在不是玩同学情深那一套的时候 一旦让他们先一步地证明了清白 你唐玉的心格 他一定会就着不放的 到时候 到时候大官司上法庭 你一样都逃不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和大江 一定会在个大坑头 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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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有自证清白的机会 你好好地想一想 朱总 我一定能证明他才是抄袭的那个人 他才是抄袭的那个人 让开 等 等 等 放心 放心 快快快 咋了 咋了 孙剑平 孙剑平发微博了 快快快 我看 这是我五年前最初设想一念三生时的手稿 故事核心设定已出剧出行 是非黑白 相信广大网友会还我一个公道 真好意思说 来了 哥 安静给你在一块吗 在哪 在哪 快快快 怎么了 孙剑平发售稿了 我看到了 是你的那份吗 是 那我知道了 交给我吧 好 快点庆祝一下 是不是解决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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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太好了 桃姐 再也不会有人诬蔑你了 我看谁还敢诬蔑你 可以啊 你想这招还挺管用的 那当然了 我们真正不怕引擎 真经不怕火炼 就是啊 他谁啊 别看了 不是啊 这可不能枉费你俩陪了我两天 是吧 当然了 请我俩吃饭吧 那咱们今天出去庆祝一下怎么样 必须的呀 我前两天收藏了好几家网红打卡的地方 咱们先去吃个烤肉 然后看个电影 什么呀 你不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吗 喂 我想跟他见一面 跟他聊一聊 好 那我来安排 你约我出来干什么 不怕别人看到 惹人议论吗 抄袭者 约被抄袭者 谁是抄袭者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你有唐总撑腰 自然硬气 不过我也没什么可怕的 手稿我已经发了 现在明显是我优势更大 你怎么就能说那份手稿是你的 论自己的话 应该跟我的更像才是 刺激也是会变的 说不准你是为了扳回一程 故意对着我的手稿练字呢 还真是天马行空啊 我没时间跟你扯这些 你不是也有手稿吗 那就发出来让网友评判了 不过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网友 站在你这边了 伪造一份手稿 只会让你自己更加难看 我没有要伪造手稿 也没有别的手稿 我要发的 跟你发的是同一份 只不过我太马虎了 弄丢了最关键的那张 谢谢你帮我找回来了 你不是在开什么玩笑吧 你以为你的这套说辞会有人信吗 别人只会觉得你疯了 唐总 你难道到现在还看不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你还要帮他 唐欣是什么人 我很清楚 如果我能证明手稿是我的呢 如果我能证明手稿是我的呢 看完吧 给我这个干什么 翻过来看看 有大设计师啊 你这签名办法挺好看的 可我就是看不出有换两次 这个呀 可是我导师独家传授的签名 你看 这么正面看是艺术字吧 翻过来你看着啥 是我的名字 怎么样 你能不能也帮我设计一个呀 万一以后我写出作品来的话 签收会的时候也用得上 行啊 唐大作家 你让我想想 唐欣 嗯 唐欣 你看这样子 从那天起 我都会在手稿上练习签名 正好 你捡到的那张也有 如果你没有发那份手稿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可现在 就凭你发的那张图片 就能够证明是你抄袭了我 就要是你抄袭了我 你一直在手上组 你把这张图片发生了 你把这张图片发生了 我都会在手上组 你把这个图片发生了 你把这张图片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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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抄袭你的 我只是一身胡死 我当时捡到了你的手稿 只是觉得好玩有意思 我没有认识到这是抄袭 你不知道这是抄袭 那你怎么能用抄袭来诬蔑我呢 我们私下解决好不好 你不要告我 你告我的话我这辈子就毁了 这些小说我不开发了 我去跟朱总说 或许你需要钱 我可以赔你 当时什么也不需要 我说不能 想什么呢 唐玉 我们能不能不要急诉他 就让他还把手稿还给我 撤销网上的言论 终止开发一念三生就好了 你同情他 他心里可要想好吗 他可是一心想要治你于死地啊 我不是同情 说真的 我看到那个原稿的时候 还真挺感慨的 我当初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他真的能够被拍成电影 还有你这么大的制片人 和路导这么优秀的导演作证 我只是想要写一个单纯 美好的故事 让人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他 也能够燃起一点点的希望 我不是个商人 我只是个作者 我真的很珍惜我的作品 也很幸运 有这么多人可以喜欢他 这场闹剧已经闹得够久了 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怕以后所有人一想到做一个梦给你 都是这场闹剧 这不是我想要的 想清楚了 真的想清楚了 好 都听你的 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好 走吧 既然现在问题解决的都差不多了 股东们也基本被说服了 等投票通过后 我们是不是得把投资的合同 还有丁丁的演员合同推进一下了 大家都这么辛苦 我请你们吃饭吧 好 你请我们吃什么呀 既然是何家欢的大结局 也不用下官司了吧 我觉得温馨最重要 确定是因为温馨 不是为了省钱 你别想人之心啊 好 我想人之心 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唐欣编剧《纳达》是我未来的嫂子 我 我哥 是制片人 我是女主角 天啊那太棒了 这部电影肯定会成为未来的家伙 或者是我是外人啊 好啦 为了欢迎我们丁丁还有唐总 我请大家吃饭 好啊 好呀 今天你可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好 多吃一点啊 太美了 好好喝 太美了 太美了 来来来来来 吃吃吃吃吃吃吃 这就是你说的大餐呀 你也太女人小气了 是啊 肉都没准备几盘呢 够了啊 你们一个个都点我 我保证今天呢只是预热 下次我一定请你们吃炖大的 好吗 快吃好了 快吃饭 去去去去 就是 先别吃 我 我提一杯 来 来 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拜拜 吃吧 饿一天了 吃吧 丁丁这边的手腕 你尝一下这个 好 尝尝 我们吃火锅呢 是是是是 是吗 行行行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冯承说孙洁平发一波道歉了 这么快 是吗 大江光博也发了 和一念三生的解约协议 我看看 这就发了 瞧瞧 这 还挺诚恨的 你说你们娱乐圈真是 翻人比班淑还快 改口了 女主角 是咱们娱乐圈 来 快吃 咱们娱乐圈 快吃 事情终于解决了 我可以把我这条老命 放心地放到创作当中了 交出老命这点儿 我可不同意啊 像你这种资本家呀 不是应该希望我们所有人 都替你卖命吗 好 那我算是有良心了 怎么加了 我到家了 淘总晚 你看啊 我替你解决了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时间 可以考虑变成三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好不好 你在啊 就会影响我工作 要是影响我工作 就会影响我休息 我要是休息不好呢 老命就没了 二十分钟啊 等一下啊 不能咬啊 唐总 你知道男人什么时候 最性感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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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请问你耳朵 好等待太久 在身边守候 还没有爱够 所有 You are my everything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 说好了永远不分离 我们的默契 就憧憬天气 不再是秘密 是爱你 有幸遇见你 别好了永远不分离 在安静夜里 守护一份执迷 害怕离开你 多爱你 我陪着你 在漫长逾期 愿意把伞遮住你 如果爱创造奇迹 那是我的荣誉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 说好了永远不分离 我们的默契 就从今叹气 不再是秘密 想爱你 有幸遇见你 别好了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在爱情夜里 守护一份执迷 害怕离开你 我爱你 我爱你